获秀芬的29个中共党员来自各个行业 包括教育、医疗、艺术、基层工作等 亦又是参与过抗美援朝的脑兵 获秀芬的党员坐礼宾车出发 由国宾护卫队护送前往人民大会堂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 帮助近2000名贫困山区的学生圆大学梦 64岁的张桂梅要人参赴上台 手上也铁门交布 之后代表获得七一分章的党员上台发言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清尽全力奉献所有 九始亦无悔 多名老兵亦获受分 包括年过百岁的国税墙 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多场战役 黄尖山亦都是新京白战的老兵 参加过抗美援朝 中越边境至慰环击作战 多次获毛泽东接见 今次亦有几名少数民族党员获受分 来自维吾尔族的买买提纲吾买尔 在担任新疆暴力开穿党支部书记三十多年期间 村内从未发现暴力恐怖事件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当局赞扬他为民族团结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而在医学方面有结出成就的其中一位是吴天一 他投身高原医学研究超过半个世纪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创造了铁路建设期间 没有工人因为高原病致死的奇迹 而今次获受分的党员当中 有三位已经离世 包括中任边境中特上牺牲的解放军官兵陈鸿军 主动到广西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黄文秀 以及是老兵柴云镇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道